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结构化传星语言的第二讲 sql技术宅就是我 我就是王亚杰你们的好朋友 那么上一讲呢 我们只要介绍了亚瑞库公司和sql的这个应用前景 相信大家对这门语言已经有了初步的兴趣了 那么这一讲呢 就让我们来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sql 也算给大家做一下小小的入门 sql的简介首先是一个 sql这个sql sql三个字母分别代表了一个单词 叫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 就是结构化查询语言的意思 这个顾名思义啊 结构化 就是说明我们这个sql语言这个语法呀 语句的组织啊 包括这个脚本的编写啊 都是一个非常有条理的非常 因为有条理所以就它就变得非常简单 大家要知道啊 这个sql这个简单 这是我认为这是我个人认为它最好的一个特性 那么这个简单的我以后会不断给大家灌输这个关键 大家就知道sql真的很简单 来看一下sql的定义sql一种计算机语言设计用于检索和管理数据 在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数据库模式的创建和修改和数据库对象的访问控制管理 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定义 大家简单看一下就行了 我认为学习计算机 尤其是我们学习编程语言这个定义完全是没有必要记的 记住了说实话也完全没有用啊 那我们看一下sql到底能够干什么 它能够提供报表的各项任务 也就是对我们数据库的一些操作 插入数据查询更 更新删除表中的数据 创建替换修改和删除对象 控制防御数据库 及其对象保证数据库的一致性和完整性 我们可以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你的银行账户 你可能在atm上把你的银行卡插进去 然后输入密码 然后对你的账户进行一操作 那么这个操作可能就用的是sql的这个语句 虽然你看不到 就是atm用的是什么语句 跟银行的数据过进行操作 对吧 查询数据 也就是说你查查你账户的余额 还有多少钱插入更新删除表中数据 你说我存了一笔钱 是不是我就相当于插入了一个数据 在你的装户里呢 然后会把余额更新一下 然后我取出一点钱 然后那么是不是就会删除一份数据呢 创建替换修改和删除对象 这个是不是就相当于你又在银行开了一个户口呢 控制访问数据库及其对象 那么也就是说你用你的用户名跟密码 也就是说你插入你的银行卡输入你的密码 你不可能访问别人的银行卡 对吧 那么最后一个保证数据库的一致性和完整性 这个相信大家整体的学完这个sql 呃之后对这一点应该会有更深入的了解 在这儿呢 我就不会详细叙述了 来看一下sql的四大基本语句数据操作语言 dml数据定义语言 ddl数据控制语言 dcl和事物控制语言 tcl 这个是我们都是以后要用到的语句 所以我们现在 所以我们现在详细的介绍一下吧 首先看这个数据操作语言dml 刚才我已经说了这个sql语句非常简单 为什么说它简单呢 就是因为它的语句的语法跟英文的一模一样 我们看第一个slack的语句 slack的在英文中是什么意思 是选择的意思对吧 那么slack的语句顾名思义 就是选择数据库中的数据展示给用户 也就是说你想要看什么数据 你就slack的什么数据 这不很简单 然后insert插入update更新delete删除merging 这是一个排序吧 除了最后一个这个英文可能大家不了解 然后前四个这个大家的通过对这个单词的直接翻译 就已经知道它是干什么呢 sql是不是非常简单的 我再这个强调一下 那么再来看数据定义员ddl数据操作语言的工 主要对数据进行的是一些操作 那么数据定义员的定义 这个对数据的定义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实际上对我们数据的这个数据库中表的一些操作了 比方说create 创建一个表 我们现在只说简单的语句让大家入一下门啊 这个所有的语句 我们在后边的课程都会一一的详细介绍的 drop 语句 drop 就是丢掉吧 rename 重命名是吧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数据控制语言dcl 这个dcl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了 你不可能用你的在银行的户账户和密码来访问别人的账户 这个就是 我们需要用数据控制语言做到的了 然后最后再看这个事务控制tcl 为什么说这个事务控 我认为这个事务控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为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用电脑稍微懂一点电脑知识人都知道 我们有一个电脑有一个东西现在叫做一键还原对吧 也就是说我的电脑中毒了或者是发生各种各样的毛病 我可以还原到之前的一个状态 然后把那些不不良的东西清除掉 那么用sqr语句你对数据库一样可以做到这一点 就比如说我现在 也就是用我们这三个语句吧 关键字吧 commit确认rollback回滚save point储存点 那么现在我数据库的状态是a 然后我在a这里设立一个save point 然后那么我对数据库进行了一系列的操作 XXX 然后我数据库的状态变成了 b 然后这时候我如果执行commit语句的话 那么我数据库的状态就会变成b 然后不动了 然后但是如果我执行rollback语句 因为我这里有一个还原点 所以我数据库的状态会再变成A 然后B的这个状态就被抹掉了 也就是说可以防止我们执行一些误操作 造成对数据库的损坏 是不是非常有意思呢 如果我们操作系统是一样的啊 好然后再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我们的sql课程 以下呢我们将了解到sql的课程目标 我们的目标是选好Oracle 做一个数据库专业型人才而不是没有助养啊 课程中使用的表这个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将以后跟什么样的数据打交道 完成本课程您应该能够做到以下一件确定数据库的主要结构 航和列的数据检索 这是我刚才说的slack的语句 创建分类和限制数据 使用sql函数来生成和检索定制的数据 运行数据操作语言语句更新数据 这个也就是我们对表的一些操作了 通过试图获取数据 这个就是我说的 试图相当于什么 试图相当于你的权限 嗯 这个试图这个在sql也是一个非常有用的 这个叫will 大家记住这个单词这个以后我们会非常常用的 来看一下我们的课程用表 我们课程中主要使用这几个表格 employee department locations jobs and countries 这几个表都是表的名字 大家就是现在大概有这么个印象就行了 以后我们做练习的时候 不至于不会写吧 这个单词大家应该都知道 就简单留一个印象就好 那再看一下sql的第一个知识点来了 主件和外件 主件是什么 主件是唯一标识一条记录 不重复不允许为空的一个特征量 然后外件是什么 外件是 外件是另一些特征量 他不能唯一标识一条记录的量叫做外件 那么举我们来说你的身份证号肯定是唯一的 那么身份证号在这个people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表叫people 那么这个身份证号肯定就是主件了 然后那么关于外件有比如说 你所上学的学校啊 或者说你家的住宅小区啊对吧 肯定你上学的学校不可能只有你一个学生 所以在学校内来 所以很多人填的都是一样的学校 他不能唯一就是标识一条记录 所以他不能当作主件 那么关于一条记录 它的主件只能有一个外件 可以有很多 也就是说除了主件剩下的数据条目都是外件 同时要注意表的一个表的外件 可以是另一个表的主件 这个也是我们以后做练习的时候看到表再说吧 sql各个表之间也是通过这个连接起来的 就是因为一个表的外件可以成为另一个表的主件 所以各个表之间才能够发生关系 才能够连接起来 那么最后呢给大家推荐了一本书 如果你想深入学习的话 或者说如想如果你想对sql做一个 做一个比较好的入门的话 给大家推荐这本书 Oracle Database 11g sql开发指南 作者是美国的皮拉斯 那么大家看到的是中文的一本 是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 那么好了 我们sql第二讲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请大家期待第三讲 to be continued we are souping for